新北市新店區的壁壇 有人說這裡是必死之壇 還傳出抓交替的傳聞 被染上一層詭異色彩 甚至還有民俗專家透露 有鬼王進駐壁壇 一定要一個抓一個 難道因此才會頻頻傳出意外嗎 相傳曾經有人去壁壇玩水 結果單獨潛進水中 發現水底竟然有亮光 甚至還被一股奇怪的力量給抓住 不只如此 還傳出有一次有三名女子 去跟傳家租船 結果滑到了這個場域的中央 突然翻船 他們掉進潭裡 傳家跳下去救人 沒想到當天晚上 竟然夢到一名穿著白衣紅裙的女生 指著她罵 說她害自己不能找到替身 在這之後 發生的事情更不可思議 碧壇其實只是一個水潭 但是因為它的流域非常的大 就是莫名其妙很多人 就想不開的時候 就跑來這個地方 跳水 新北市新念區的碧壇 風景優美 除了是觀光景點 也是一大約會聖地 不過卻有個讓人不寒而栗的別稱 有人稱這裡為避死之潭 狂歡一群青少年意猶未盡 五個人兩台車往壁壇橋前進 死者就坐在後面這台機車後座上 但沒多久卻傳出地水事件 警察人員之後民眾報案 民男子一絲喝酒 不生酒粒 失足跌落壁壇 機門趕到現場 在壁壇意外頻頻傳出 有時候是溺斃事件 有時候是跳橋案件 民間開始流傳 關於抓交替的回憶常文 因此又延伸出來 有人說那邊有鬼王 因為鬼王呢 他控制著這些自殺的王魂 讓他一個都不能掃 所以就會導致變成 如果掃了一個靈魂 就得再抓一個靈魂 就是有這麼一個傳說 除此之外 在當地還盛傳 晚上在吊橋上 會有紅衣鬼雨出沒 遊客有時候晚上十二點的時候 來這邊玩的時候 就在十三點的地方 就會遇到那個紅衣女子 那紅衣女子會跟你問說 現在幾點了 現在幾點了 所以說有很多遊客 都有曾經碰到過這個女生 這名紅衣女子到底是誰 為什麼深夜會在吊橋上 問遊客時間 一個大地主的兒子 在酒店認識了一位酒家女 這位酒家女 酒家女其實是名門望族之後 家到中樓去當的酒家女 相傳他愛上大地主的兒子 而他們的感情十分甜蜜 有空的時候就是到碧潭去上夜景 去談情說愛 當時已經論及婚嫁 想要攜手共度一生 但是男方家人 卻不認同女子的背景 因此反對這段戀情 於是他們決定要私奔 相約在地產大橋 然後晚上十二點的時候 相約見面之後去私奔 時間一到 女子等了好久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過去 她的男朋友 人呢 她在想說他們這段感情 因為受到男方的阻止 她也不可能修成正果了 就覺得傷心欲絕 快天亮的時候 她認為說她放他沒有來 地主的想法沒有來 可是她很傷心 就從那個第十三節那個地方 跳下去 相傳就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就有遊客會在橋上 看見紅衣鬼影出沒 但除了當地聖傳的傳說之外 在碧潭 還曾經發生一起不可思議的事件 無法用科學解釋 1999年 大年初二的一大早 那麼船東李阿牧 開門就是迎接三位女生 她們要來遊遊潭 那只是一如往常的一天 租船之後 幾個女孩子開心遊湖 但是到了湖中央 突然之間 船莫名的反覆 一個叫阿牧的一個船東家 他那時候非常英勇的 把這三個救起來 然後他們三個救起來之後 有一個柴頂真的是溺斃 聽說她腳還一直卡在水裡面 一直拉不起來 阿牧把她救了很久 她把她救上來 阿牧奮不顧身跳下去救人 不過當天晚上 阿牧的母親感到身體不適 看了一生也查不出病醫 更怪的是 阿牧還做了一場很不可思議 但是很真實的夢 眼前站了一位 穿著白衣服紅裙的女子 對著她說 叫著她的名字 阿牧 你什麼意思 我等一兩年好不容易 等到一個鐵心 竟然去替你撲海 我就很生氣的樣子 夢中這個白衣紅裙的女生 她說她姓王 怒罵阿牧害她不能找到替身 脫離苦海 這名的女子她很講理 就沉澱了一下之後 就跟她講好 不然妳要幫我伸張正義 妳幫我伸冤 妳媽媽的身體不好 我可以幫她治好 就拿了一杯水給她 她說妳這個杯水 給妳媽媽喝 妳媽媽的病情就會好了 雖然那只是一場夢境 但是真實到不行 阿牧驚醒之後 她的媽媽還真的不要而喻 這一切實在太不可思議 但那名女子到底有什麼冤屈 要阿牧幫她 這位女子 還有入到她的夢 變成跟她訴苦 就跟她講說 她的名字叫做王叉叉 生前她是進行披薩屋 夢中的女子把自己的姓名 還有住址工作 講得清清楚楚 但更重要的是她說出的冤情 86年10月23日 是被男友推落壁壇溺壁 不過這一切到底只是一場夢境 還是真有此事 後來阿牧卻問了派出所的原景 同一個地點86年間 的確發生過女子溺水案 而且死者就是姓王 當時候劉慶玲跟她講說 其實這整件是有貓 不過呢 就是苦無直接證去啦 其實當時對於這起溺水案 警方心中始終有些懷疑 背後是不是藏有什麼 不能說的祕密 她跟船中要什麼 要證件 租船要證件 那時候才講說 把她女朋友掉到水裡面 大家都覺得奇怪怎麼會這樣 連旁邊釣魚的說 這個不可能 你怎麼剛才都沒話這樣 這完全違反正常人的反應 而當時警方到現場找尋目擊者 為的就是找到更多證據 但據傳在那同時 也遇到不可思議的事件 那個警察還有描述說 他曾經就是說在隔天的時候 他拿著這個女孩子的那個照片 想說當時到現場去尋找目擊者 看看說這件事情 到底是有目擊者的話 然後來確認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了離親 當時努力找尋目擊民眾 還問了一名在當地 賣竹蜻蜓的阿嬤 結果 Apple看到那照片的時候 她嚇一跳 她說這個女生 其實昨天下午的時候 有來找我 然後也來跟我說 看看有沒有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目擊者 沒想到你今天突然間就出現 而且還拿這張照片 實在懸了 就連警方也感到驚訝 因為這樣的狀況 實在無法用科學解釋 不過整起案件 當時找不到直接證據 家屬又沒意見 最後一意外落水死亡結案 後來是死者托夢 找上阿牧 真相依眾浮出檯面 一名落水女子 托夢給船家阿牧 最後打撈到屍體 還破了案 而在碧壇 詭異的傳聞不少 據說還曾經有男大生 跟朋友到碧壇玩水 結果碰上傳說中的抓交替 那因為他擁技很不錯 所以呢 他就想說潛到底下探一下 大概兩公尺左右 他覺得奇怪 水裡面怎麼有一個 圓形的物體會發光 發出藍綠色的光 有點像綠燈 壞了水底怎麼會有奇怪的光 那會是什麼 想靠近看個清楚 就近一點想要去把他撈上來看看 就在伸手想要去撈的時候 他的褲子突然之間被扯了下來 他已經嚇了一跳 然後就 不知道是緊張還怎麼樣 他明明手在撥 腳在踢 但是他動也不動 好端端的 到底被什麼力量控制住 真的嚇到不行 這時候他才發現出 他的腳踝的地方被抓住了 而且是一隻手想把他往深的地方去拉 直到後來 終於有人拉住他 順利把他拉上來 男大聲終於脫困 但是那水底的燈光 究竟從何而來 這個綠燈當然以我們在判斷 其實它應該屬於一種靈體 它其實是幻化出來 用顏色像類似發光的東西 去吸引他去看 就有些時候有些在坦邊 你如果看到很漂亮的雲 你會想要去撈對不對 有些小孩就是不小心掉到水裡面 當所謂的水鬼要去抓你 或者抓到機的對象 選擇到你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當你專注在某個點 你可能就分心了 有可能就被他拉到水裡面去 根據民間說法 或許是傳說中的抓交替 但是站在科學角度來看 地台本身其實是活道 因此水面下 藏有許多暗流跟漩渦 才會有溺斃意外的發生 傳說還是兵體種